疫情之下,不少餐廳都捱不住了 今次就在天后找到这間良心海鲜私房菜 它们的食材大多数都是来自本地 无论是喜欢打卡 还是想试新鲜食材 这里都可以满足你 海鲜好像有鱼光 为什么叫海鲜? 海鲜就是要新鲜 新鲜就是在鱼光上来 不是唯一种,是12点汤圆 晚上7点才开直 这不是海鲜的意愿 更加不会从冰箱拿出来 这是我的理念 即使鱼光占了这么小店铺的位置 他都宁愿做少两台客人的生意 来保证海鲜新鲜 当时香港的环境有点不同 你会看到当时香港的发展 是如此浪巧的年代 虽然是97年 当时是刚刚交战 最打到我 其实是见到凤吞刺 即是一只鸡 一只毛骨 你起了鸡里面的骨 和内装之后 将刺塞到里面去釀 釀完才扣,扣完才扣 你见到那么手工繁复的东西 外面都见不到的 你很想去尝试一下 邦哥16岁就入行 其初是一间香港 比较顶尖的连锁酒楼做事 赛博大精神 分购 购物和其他东西 很多干货 很多心容海味 包心刺痛 这些是我们小时候还有惹味 所以为什么会想去学习一下 你二十多年后的今天 一定是不同了 你一公式化商业化 以前的里面都不是的 老实说尊专招呼一些 是真是有法律上海的人士 基本的市民都不会进去 那时候 因为我们做的事真的比较手工 现在是讲公式化 一饰一饭 月赛不是这样做 不会几一斤鹽 几一斤铜 几一道水 没有这些 完全是说求全司的手感 加上你的所有事都是过真假实 月赛香港人变得很低 整件事都没太明白 这些东西都不太明白 我可能西叉的他慢慢煮 但我們就不會放一枝神棍下去, 放一枝炭燕下去, 看看多一度沒有這件事, 對我們來說,很廣告經驗, 還有很一色一板的東西, 整天看下去一定是多一度, 一定沒有錯,不會的, 你怎樣去令到整件事 是圓滿可以給予人家, 我想這個才是處理, 我想處理這個事命 其實未必只講金錢, 只講金錢肯定不一定, 但這裏是希望可以有一點存食的, 使命是希望將食物帶出來的, 為了自己的使命, 邦哥在大概五年前, 開始了蕭邦, 希望將多年來的經驗運用出來, 令到客人可以吃到最新鮮的食物, 私房菜有很多種, 有些人覺得師奶煮菜都是私房菜, 家裡的味道都是私房菜, 可以這樣講的, 味道的東西很主觀, 私房菜就是我們去自己, 真是本身的工底和工價, 拿出來這件事是私房菜, 做到的部分是現在, 起碼做到自己的理念, 即來即洗即湯即消, 唯一是做到這件事, 但疫情那時, 即是充滿無奈, 你要外賣, 很多人都不想降低, 要走, 由運動到疫情, 疫情到限聚令, 限聚令到金堂式, 運動完全不大問題, 但疫情真的很大問題, 很無辜, 很多小店不單只是我, 對, 全部都是我們買單, 哇, 算不到, 損失到, 哈哈, 一起看看這道上湯, 焗海綠蝦之米, 是變成成的了, 首先將龍蝦開邊走油, 然後將米粉餅煎到兩邊都金黃色, 再將龍蝦膏連龍蝦, 一起上湯煮熟, 龍蝦上碟之後, 再把蝦蝦, 終於大功告成, 龍蝦煮到剛剛好熟, 不會太老, 好新鮮呀! 配上龍蝦膏的獻汁, 增添風味, 龍蝦肉質飽滿, 又夠單牙, 煎米餅外脆內軟, 而且還吸收龍蝦精華, 很便宜, 海鮮就是新鮮, 你不仰撥它, 這些是海鮮, 很簡單的理念, 你便做少幾台, 做少兩台, 做少兩台, 但你保持到, 明白就明白, 如果你算入貨開始, 入貨是凌晨四點, 在香港就是, 六點會回到公司, 大約放下東西七點左右, 休息幾個小時, 十二點會開始, 再準備賣市, 然後六點會開始, 好幾台, 還有我們都會, 真是取自本地, 盡量, 都是參考世界各地的廚師, 大約多年, 一些好的廚師, 都會取材在本地, 用本地的食材去做, 一定好吃過, 澳大或澳洲, 很神奇, 我經常打個例子, 澳洲吃澳洲龍蝦, 在澳洲吃澳洲鮑魚, 一定好吃過在香港, 吃那隻澳洲鮑魚, 因為水套不服, 你用回香港的水, 養回香港的東西, 是肯定好吃過你在外國的東西, 這是必定, 必定很多人不太明白, 本地龍蝦是很值錢, 很多人以為是很便宜, 當然因為世界太多充斥, 只能這樣做, 簡易過程, 最難是選了一些真的東西, 可以這樣說, 拿一些特別, 又不敢說全本地, 但我估計七成, 一定有些不是, 肯定, 某些海產, 譬如聖子王, 沒有本地人要出產聖子王, 這些便好, 甚至有本地的東西, 盡量都拿了本地, 在最後關頭都希望, 一間這麼小的店舖, 只有十個八個位置, 都希望堅持用回香港人, 這是我的理念, 苦奶是秘魯很傳統的菜式, 喝酸酸的,很開胃 這個打卡效果適合喜歡上機吃鮮的香港人 秘魯人會把生魚放在酸汁裡 把魚醃到半生熟 但香港人未必可以接受不是全熟的海魚 所以邦哥就把生魚換成凍魚 之前在世界各地都會有酒 看過別人的東西 很多時候也會參考一下 網上也會有很多不同的傳聞 有時會參考別人,參考一些文章 還有真是去見識畫 給別人的監環,再去創作,再去想 當然失敗多於成功 躲起來自己可能要做這個鼓勵 做了大半年才能做出來 希望中菜不要太多框架 一個廚師自己都不要太多框架 好的菜式可以拿下來,如果是適合的 我們才會盡量去混合,去放入魚菜裡面 舊式的東西很多東西都是大堆架 一大的行限 你現在,尤其是行屍旁板 有時一位都會做 你行而精緻一點 味道上,味道上就肯定不會再 以前一定是多味精 這個有點不同 第四個就是潮式骨香,松露鹽發 這個都是古菜金種 是以前很舊式的潮州菜 以前潮州菜在太平衣 要搖著鹽,一揭開會比較腥 我們的做法就是 會將它變成一個精緻一點的版本 那條魚骨就會炸到飛氣 那條魚骨都吃了 其中一個原因,其中一個事務 是希望你拿了一個生命 用了一個生命去做食物 去尊重生命,用盡整個生命 所以魚骨除了內臟之外 所有食物都吃得 這個就是中菜 所有食物擺盤的食物不是石頭 所有食物在盤上 除了一隻碟不吃得之外 所有食物都吃得 冰鎮南非活鮑魚 可以配日式豉油或者芥末 原隻鮑魚食落爽口彈牙 超滿足啊 有一點點故事 南非鮑魚 跟他們做那些四手聯盟的宴會 四手聯盟即是跟一些其他外國的廚師 去做一些比較特別的南宴 在宴會上就很少看香港人 很少看香港廚師 這是第一類的我不太明白 我真的真的不太明白 為何香港人 他們會覺得宴會的客人 會覺得你香港人做不到爆炎 做出來會硬 得過改字 吃下去好像香口膠一樣 他們說我們的議會這麼貴 為何要用你們香港人的廚師 一個中菜和一個西方日式的混合版 希望大家都明白到香港人做得到 香港人做得到 不是香港人做出來的事就做得到 撲奶 最後的宴會都成功 都沒給人看 都拿回歐氣了 沒給人看笑 到底餐廳的價位大概是多少呢 看回預算 我想大約要知道些什麼預算 有些什麼預食 那已經是OK 當然你看回當日是搜羅的什麼 這個是最重點 廚師第一個廚房其實就是在市場 是魚市場 意思是在你選購食材的地上 這個才是第一個廚房 有時候會去拍片 去拍片 一樣會去看看究竟有些什麼 菜我們都是本地的 如果見到時有些朋友 都不斷回來支持 我想這是最大的暴力 當然不會說每個人很… 一定喜歡吃這些東西 一定不會口味的東西 但起碼還有不同的朋友回來 叫你頂住 不要收拾 我想我聽得最多的這句說話 這兩天裡面 不要收拾 頂住 對 對 因為 都還有道理走下去